這個ET Today的這個下載方法 所以剛剛的部分 我們那個範例剛剛的部分其實 也其實非常簡便嘛 反正就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抓下來的原資碼 丟給BeautifulSup去幫我解析 然後會產生一個SP的物件 這個SP物件就幫我FindAll 只要它兩個特徵 一個是A就是超連結 它標籤A開頭的 第二個呢就是它的那個什麼呢 Class是Story Title 不過Story Title的簽名本來有很多啦 不過你也可以把它知道 我後來發現 其實它主要是Story Title 這個Class名稱 只要是空白 前後的都叫別名啦 別名就是它這個Class 可以有很多名稱 只要當然我們最重要是找到 裡面的其中一個名稱就夠了 或者是說你全部放也沒關係啦 像我們剛剛全部放 它也是找到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會找到一個比較短的名稱 不然的話有時候光看就覺得 那程式一堆東西看起來當然是 一定是不是清爽 OK 不過有的時候還是要去Try一下 或者是你要去觀察 比較一下 所以這個其實是比較花時間的地方 最後把它找到的 因為FindAll回來一定是一個串列 OK 所以特別是FindAll回來是一個串列 所以呢 只要是串列呢 就必須用Ford回去去解析它 OK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這都基本嘛 前面都講過 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 要串列跟所謂的回圈 有沒有 如果這兩個東西你不熟練的話 未來你要處理任何的 Python的那些相關的事 都一定會遇到問題 如果這些會的話 以後你要延伸去 使用在別的地方 其實大體上也都差不多 OK 一定也會有這些東西啦 無論說你將來是用延伸 比如說視覺化的那些模組 或者是說你用那個什麼 像Pandas 就是類似 不是吃的那個Fu Panda Panda 它裡面有一個Panda 就是有點像樞紐分析表 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但樞紐分析表 Excel是用那個什麼 滑鼠在那邊拖 有沒有 但是Panda是用程式寫出來的 但是結果其實是我自己 感覺是差不多的東西 差別是一個用程式來寫 一個是用滑鼠拖拉 OK 當然你也可以再輸出圖表 裡面也有其他的模組 也都辦得到 所以Excel辦得到的東西 其實Python也都辦得到 只是說要用程式去寫出來而已 有些辦不到 像VPA裡面就沒有Beautiful Super OK 如果沒有Beautiful Super 那怎麼辦 對 太好的問題 真的很多都辦不到 怎麼辦 自己想辦法吧 就是你要自己去模擬 也許你用尋找函數 就慢慢在尋找 所以寫出來程式 相對的沒有像 Python這麼精簡 OK 除非說 看看有沒有VPA裡面 有沒有人也提供類似 Beautiful Super 這樣的一個物件 然後讓VPA也可以使用 如果有的話 那也可以做到 OK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要特別去找的 OK 那因為自由軟體可貴的地方就是開放 OK 所以很容易找到很多很多人家寫 但是因為那個就是微軟的就是所謂的 應該是什麼 付費軟體 它的缺點就是封閉 也就是你外部要給東西 因為沒有那麼多開放的空間 所以你也找不到有那種善心人士願意寫一些東西 提供給你的這種東西 除非說你要自己去寫 OK 所以缺點是在這裡 當然至於說使用工具的取捨 有的時候可能還是要看你們針對不同的案例 然後去善家的善用 因為畢竟我的職責就是告訴你 這工具哪邊好用 怎麼去使用它 至於後面你要怎麼去演變 我想這個都是個人 你們將來自己再去花一點聲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剛剛 那再來的話 這個ET Today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它沒有Class 沒有Class那怎麼辦 OK所以要特別重要 如果今天新聞 比如說在ET Today好了 假設點開來 然後廣告把它關掉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麼 假設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希望請你把熱門新聞這個區塊 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這些標題名稱 然後幫我把它抓下來 然後包含超連結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我講過了 不過重點不在這個新聞標題 不過我覺得現在新聞標題都下得很爽動 而且都下得很中意 但是越來越不像新聞 OK 感覺好像 OK 這邊重新整理 你看它馬上又那個 又會改 OK 比如這個 語文 不管 不是重點 按右鍵 檢視元素 當然你用Google瀏覽器一樣的方法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超連結 所以它是什麼 A1 有沒有這個A1沒有問題 但是第二個的話有什麼地方 不一樣 你會發現 這裡面你應該是找不到Class 有沒有 前面都有那個Class等於 我把Class拿出來 就可以把它塞到那個BeautifulStreet裡面 Flyhold有沒有 幫我找這些 但問題來了 哇 裡面沒有Class 所以沒有Class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我教過一個方法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種解法 但是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有一個Class的話 那如果你找A1就會找到一堆 只要是這個網頁裡面 所有的 只要是有超連結的都會被找到 哇 那不得了 一堆 有沒有 可是我只是要這個區塊 所以怎麼辦 接下來重點來了 你可以縮小範圍 比如說我們可能找有沒有 Flyhold是找整個網頁 假設這是整個網頁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熱門新聞這個區塊 先抓到 也就是排除上面跟排除下面 我只要這一塊就好了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可以用Fly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個 Flyhold 是整個網頁全部 那你可以怎樣 先Fly 這個小小這個框框 然後在這個框框裡面 再去Flyhold 不就縮 有點像什麼 縮小範圍 所以有的時候 像我的習慣 反正我就是先 也可以 假設那個網頁特別複雜的話 你可以先縮小一個區塊 然後在網裡面再縮小一個區塊 等到那個縮小的範圍 如果是你要的話 你再把它抓回來 這樣也是OK的 所以這些方法其實很多啦 只是說這個方法 是我自己想出來比較簡便的方法 我用我自己的邏輯去推敲 OK 所以我待會跟各位講的那個寫法 是我想出來的 OK 至於你如果想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轉變一下沒關係啦 當然我的習慣是 程式越寫越簡便就好 不是說越寫越複雜 OK 怎麼做 一我們先找到我這個區塊 熱門新聞 所以你可以在熱門新聞按右鍵 也是這樣檢視原始嘛 這個地方它有沒有什麼 你可以郵標放在這個語法上方 它會告訴你說 每個區塊每個區塊 有沒有 你只要把郵標放在這個上方的話 它就會出現什麼 那個區塊 比如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叫什麼 Bread Content 有沒有 它會幫你怎麼樣 把熱門新聞這個區塊放在這裡 這個區塊就選起來了 意思就是說 那這個名稱叫什麼 特別說這個地方就叫DIV 那DIV這個標籤它主要就是一個板塊 有沒有 這一塊一定是開頭叫DIV 它會結束在哪裡呢 你會發現它底下 它旁邊有個箭頭 你可以這個箭頭點開來 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就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再點開來 它再往下 所以這條線到底有沒有 就是它的尾巴在這裡 那中間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這個區塊 也就是說我只要針對這個區塊 我去搜尋就可以 那我要怎麼說 一 特別就是要找到這個區塊的名稱 叫做Bread Content 或者是另外 你會發現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其實這兩個你用哪一個都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要放這個 叫什麼 Pot List 1 有沒有 這個Clear Fix 有沒有這個也可以 這個是我們先用這個好了 複製一下 那怎麼去把這一塊先抓過來呢 首先第一個 我把這個名稱 當然用這個或用剛剛那個也可以 找到之後的話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也是一樣用BeautifulShip 然後就把它爬過來 不過我本來叫SP 不過因為我分好幾個階段 所以我習慣還是第一次是E 就是這個SP1裡面放的 就是整個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那SP2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放的那個區塊而已 就是說沒有包含網頁的其他東西 所以如果你再去針對 這個區塊裡面再去找到的 那就是我們要的那個什麼 日門新聞裡面的所有的東西了 不會去找到別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 所以Find特別是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後面語法不是底線Find 找到有什麼差別 因為用Find它回來的就不會是什麼 不會是一個List 而會是只是一個字串而已 所以你會放在SP2 我把它先找到這個print了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它裡面放的是什麼 第一個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一定是什麼前面沒有中刮 表示它是一個字串 它不是很多個 Find我才會找到很多 它只有一個 開頭一定是DIV class開頭 然後結束一定會是什麼 一個結束的DIV 意思是說 我就是那個板塊裡面的東西 你會發現喔 這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剛剛第一個新聞在哪裡 第一個新聞 就是在這邊 欸有沒有 欸不過它有class 它class叫PIC 欸 有沒有辦法我們先不管 反正假設 不過底下是不是也有這個class 好像我印象中它class好像都不一樣 OK 那我們就是什麼 只要找到這裡面的AE就好了 然後不需要找class喔 那裡面要找什麼東西呢 找它的 特別是你 它沒有text 它是放在title裡面 所以我們get的時候呢 要把它改成叫 點get它的title 然後再點get它的HREF 欸 全部找到的話 那就OK 所以第一步找到 第二步的話呢 就怎麼樣 再換成所謂的SP3了 那就怎麼樣 把SP2 有沒有 就那個那個塊 那一塊裡面的東西 再用Find all 後面呢 本來我們是一個A 然後豆點 後面是一個class的名稱 因為我裡面不缺 沒有找到class 或者有的有class 有的沒有 那就不統一的話 那我乾脆有沒有 就先縮小範圍 再找到這個範圍裡面所有的A 那不就OK了 這一範圍是我想出來的 我後來自己寫完程式之後 我發現還蠻有成就感的 OK 至於啦 那我跟各位講 以後你要改沒關係 因為很多東西是差不多的方式嘛 反正不怕縮小的方法就Find 另外就Find all 大概就兩個方法 當然它還有提供其他的方法 用什麼用slate 不過我發現 大概Find跟Find 好像足夠可以解決 大概95%以上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你就把這兩個專精 其他的有時間再去研究其他方法 OK 不是其他方法不行 我覺得這兩個方法最簡便 就是尋找Find OK 哪個區塊 再把那個區塊裡面東西的特徵 就是AE就可以吧 然後再用get方法 把裡面的title 跟裡面的什麼HRF幫我找到 然後就列出來 這個地方為什麼從1開始 因為我記得好像這裡面 如果0的話 好像會多一個重複的東西 還是怎麼樣 所以後來我乾脆就把那個 這個地方 那個何宇文的新聞 它好像會有重複兩個 所以後來我就是 為了不要讓它重複 所以我把這個 就是本來是for each的 每一個都抓過來 後來把它改成用for range 避開第一個 就寫成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何宇文這個 執行動畫 第一個何宇文就會死有單一個 OK做完了 當然HREF前面可能沒有那個 也是一樣 跟那個剛剛YouTube那個操練一樣 你可以在自己家串一下 也OK 好來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這一題最大的差異就是 這個地方會在find all前面縮小範圍 再去尋找 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網頁都會有類似的 你沒有class 沒有class你就傻眼 但如果有class你就照class 所以方法一方法二 另外一樣我剛剛講過 其實除了用black content之外 其實你往下好像這個區塊有沒有 如果你要找用這個 其實跟用這個好像我記得結果也是一樣 所以我好像在我的雲端上是放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因為兩個選到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把這個名稱改成 下面的那個DIV名稱的話 我印象中執行的結果好像會一模一樣 反正就是那個區塊就對了 在網頁裡面你會看到很多DIV DIV意思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通常網頁裡面的排版有沒有 都幾乎用DIV 做版型的配置 而且未來那個手機的APP 很多其實也會用DIV 做版型的配置 所以很多東西是相通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這一題的話 最大的不同 其實就是先fine再fineall ok 啊將來如果說 老師那個 我版型特別複雜 可不可以先fine一次 再fine第二次 再fine第三次 最後全部fine也可以 啊當然就是 主要比較稍微要花一點時間 就是你要去觀察 那個網頁裡面背後的原始碼 有沒有什麼特徵 那特徵有兩個特徵一定要注意 一個是HTML的標籤名稱 第二個是CSS的class 通常兩個都會有 但是這個是只會有一個的話 那你就是要想辦法 只要抓一個區塊 再把A都抓過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如何去下載 那個ETtoday的這個新聞部分 所以這是第三個案例吧 那再來待會 再來看那個第四個案例 下載那個台銀外匯 像當然不是只有台銀外匯 反正全台灣銀行這麼多 都會有外匯的網頁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所有的外匯網頁 通通下載 做個比較 那怎麼做 當然我們現在先不要野心那麼大 我們先抓一個 其他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花一點時間去抓 之前我有給同學當成作業 有些同學還蠻認真的 他真的把所有的網頁通通 所有的外匯網頁通通都爬過一遍 他真的就做個比較 他覺得蠻好玩的 只是說很花時間是真的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 ETtoday這部分 他沒有class的問題先解決 當然呢 再來也許你如果熟練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找一下網路上面 你比較常用的一些網頁 那當然你要再把他資料爬下 不過建議啊 剛開始練習 先不要找那個太複雜的網頁 或者的話你會相對比較挫折感 你會小一些比較相對還是 單純一點的網頁 我要把資料爬下來 試試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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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